一只暴脸虫突然从空中袭来 没想到一旁的神秘人 瞬间就手起刀落 将它一分为二 然而就在它帅气地收回飞镖 站在原地欣赏自己的杰作时 身后真正的怪物 却早已悄然低紧 谁知下一秒 可怜的一行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纵横沙场数十余载 竟然会以这种丢人的方式 惨淡收场 而这一切都被躲在隔壁的 考古学家看得一清二楚 只见神秘人缓缓摘下 它厚重的钢铁面罩 露出了它更加神秘的帅气面旁 随后它掰断暴脸虫的一根蟹腿 利用其带有腐蚀性的血液 在面罩上写下了一个大大的场子 这时一旁的二人才突然意识到 这应该是这些远古猎人的某种仪式 用猎物的血液来标记自己 从而来作为变成勇士的象征 紧接着结合周围的神明雕像 和墙上的古老蚊子 大壮终于解开了 这些神秘人的真正来历 原来早在几千年前 这些身穿抬甲的铁血战士 就已经发现了文明停滞不前的地球 于是他们教会了人类如何建造 因此被古人奉为神明 但作为回报 每隔一百年他们返回之时 人类必须献祭出七名少女 用他们的身体来培育出终极杀气 异性 而未成年的铁血战士 则会利用这场试炼来作为自己的成人仪式 他们每次会派出三名勇士来进行试炼 只有站到最后的铁血战士 才有资格拥有族人的最强兵器 但如果狩猎失败 导致异形大量繁衍 他们则会启动身上的终极炸弹 从而让一切都灰飞烟灭 尽管现在的人类早已将他们遗忘 但铁血战士们的百年传统 却在一直传承的 这时二翠才渐渐明白过来 没想到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的古老金字塔 实际上就是外星人 在地球设立的一座八角铁路 而他们人类却又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原来就在几天前 作为科技巨头的维兰格公司 突然在南极州检测到了不明热源信号 谁知通过热岛制图生成的三维影像 他们竟在信号源中 发现了一座十分古老的金字塔 该建筑异常宏大 内部竟然包含了数百个房间 而且更诡异的是 这座金字塔不仅具有 阿芝台克文化的遗留特征 甚至还融合了柬埔寨和埃及的风格 种种迹象都说明 这很可能是有史以来 人类建造的第一座金字塔 毫无疑问 这将是一个足以震惊世界的发现 但有一点奇怪的是 这座金字塔居然是在 位于距离地面2000公里的冰川地底 于是富豪维兰德 在召集各个领域专家的同时 也请来了经验丰富的钻探小队 为了能在第一时间拿到丰厚的宝藏 当晚维兰德便号召众人动身前往 却不料当他们一行人 快马加鞭地赶到南极考察点 结果就震惊地发现 金字塔的上方 竟然一夜之间出现了一条 直通地底的钻孔隧道 只见隧道内壁光滑 角度更是以精准的30度倾斜向下 这显然不是任何一种 人类科技可以完成的工程 这时作为向导的二翠 觉得是有蹊跷 他立马劝说维兰德暂缓行动 如果现在趁早回去 他还可以在五八同城上找份工作 然而一心求成的维兰德 却早已不管不顾 下一秒便亲自带头 沿着隧道开始慢慢下探 殊不知急于功成名就的他 正带领着众人 走向一场有去无回的死亡之旅 请不吝点赞订阅